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想当团里忙累 才隐瞒体重 谎称八十斤 和同伴聚餐竟然称自己是小鸟味 试图迷惑别人 然后多吃一点 看到自热火锅 居然把三盒都抱在怀里 被队友发现偷吃 居然谎称具有化妆包 而某型民苦娱乐练习生 平时在公司就横行霸道 对老板 对经纪人 还成天把饮料撒到地毯上 不是打弟弟 就是欺负哥哥 还试图揍摄影师的猫 来了节目以后 居然公然威胁某大公司练习生 说 要给他一个大嘴巴巴 宣扬暴力 上舞台前居然聘某台湾练习生 让他用山东话自我介绍 三 与上一条同一公司的练习生 仗着自己的身高优势 天天欺负某长变练习生 动不动就是一顿暴打 在某次公布排名前 公然嘲笑某大公司练习生 不会说绕口令 然而还是这位练习生 后来被同公司那位横行霸道的练习生爆出真名 人设崩塌四 上一条只为大公司练习生 凭借自己队长的身份 对队员暴力管理 曾在出舞台前给了某队员重重一拳 来了节目更加猖狂 不仅疯狂捏某未成年练习生了脸 志气生无可恋 还在练习室地板上拖行某队有多圈 谎称自己有洁癖 说宿舍是室友告脏的 为室友无情拆穿 五 某个人练习生 由于某次舞台装扮出众 被某看似成熟本中的练习生 公开发出危险暗示 并被其他多位练习生联罗抱抱 还被威胁 在男生宿舍少张扬 六 某练习生在节目里公然追星 现在又开始追自己的团了 七 某位成年练习生超级自恋 公然询问像洋娃娃的练习生是不是自己 甚至说自己长得像某导师的女朋友 擅长各种储备情话到处聊别人 聊完就跑 看到导师的性感表演 右手捂住眼睛 居然试图从手指缝里偷看 幸好隔壁热心练习生捂住了他的眼巴 某练习生谎称自己在鬼屋闲庭信部 还说同伴的动作像老驴豹地 九 某练习生一把年纪了 被整组人喊着要打的 整个一组的人王 还是这位练习生在决赛全C位的时候 被全体人嘲笑SKROSKRO全体 邀灵 某长得白的练习生做错了什么 天天被同公司的某脏链练习生和腿长练习生说头大 说腿短 说像某动画人物 甚至导师也开始说了 摄像画木 这位练习生还被某两位未成年练习生捏脸 不过 这位练习生最后也采取了暴力行为解决 夭夭 没见过世面 吃个海底捞兴奋期 到当场全体跳舞 某大公司练习生敲筷子还有人挣钱 这位练习生居然还让他放强 吃个面包也强带糖的 说要互相喂 人家嘴伸过来了 又把手收回去 对 就是某暴力队长和某个人练习生 乱不乱 乱不乱 乱死了 PS 说到学历低 我们有文化有背景的队长可受不了了